花蓮县记者协会18日进行改选 十一届礼监视由中广电台的梁国荣来当选理事长 并表示未来会积极地与各社团合作 并且让更多的民众以及学子有更多机会参与新闻采访的学习 未来也将会举办多元的课程 让会员有机会接触不同面向的文化素养 花蓮县记者协会18日进行改选 经过20分钟的开票结果 十一届礼监视室友中广梁国荣 中央日报李先锋 自由时报王景毅 回南王王军伟 更新日报谢中章 汉森电台李靖凯 燕森电台王志兴 霍山电台周晓晴 回南电视台林姐 九人荣过花蓮县记者协会理事 并由中广电台梁国荣担任理事长 其实记者协会就是一个以新闻媒体成立的社团 那我们未来其实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回归到跟一般社团的运作一样 刚才谈到 因为我们是以记者为主的社团 所以我们会做好新闻联系工作 那么各机关团体 如果你们对于新闻联系方面 有什么需求 或者想要了解 这个怎么样做好新闻联系 或者想要上跟新闻有关的课程 我们记者协会都很乐意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那我们记者协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做好会员之间的联谊活动 我想对于未来我们这一届的理事会 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两项工作做好 梁光伟表示 花园记者协会就跟一般的社团一样 也非常感谢会员们能够让他当选理事长 也提取大家未来对协会的发展 还有更多的共识 预计在11月会员大会召开之前 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及会员的福利有所构思 加强记者协会与其他协会的互动 以及加强会员们采访的便利性 记得就关于黄小伯老